春天是赏樱花的季节 那么有台北的餐厅 还把樱花入菜 推出了樱花大餐 整排草莓包围澳洲和牛 不说还以为是甜点 大口咬下和牛的甘甜滋味 涌上舌尖 怎么有酸甜滋味 原来是会加入樱花汁 清甜花香 让人仿佛置身樱花树下 和牛一碰到铁锅 立刻直接作响 让表皮烙上金黄 锁出肉汁 日本进口进来台湾 口感是酸酸甜甜的 大火爆香 师傅把中菜经典的糖醋做法 用樱花汁草莓取代 让和牛染上浓烈果香 摆盘放上新鲜草莓 一口吃进两种风味 还有粉嫩樱花脚 点缀自己做的樱花蜜饯 打开来内线却是满满海味 面皮不用擀的 瞧瞧师傅刀子一画 立刻拍出薄通面皮 粉红色彩来自天然的红菇米 感觉会比较厚这个皮 所以说我们用刀拍的 所以说比较薄 吃起来比较烤感就不一样 包入爽脆鲜虾干贝 包也是功夫 师傅大手小心捏出花朵图案 仿佛樱花绽放 就连锅贴也有巧思 用腐皮包起来更酥脆 加点粉嫩的樱花酱 春天滋味在苦中散开 这样子的时候来一些樱花汁 樱花汁加点沙拉 或者说番茄酱 一起调 春天限定的樱花入菜 让传统粤菜多了清新风味 女生将被赵立瑞看到